早點回答 早點回答 青otionaluk 好像第一次來戲院借票 是啊 有什麼的感覺 期待會有什麼反應 有點壓力 因為太少 通常都是 拍完唱片最後宣傳就離開 很少會去戲院面對面 跟觀眾一起看一陣戲 其實我自己去看這個戲的時候 我都是戴口罩開場才進去 我身邊的人全部都知道我是誰 是因為我老婆沒有戴口罩 散場的時候大家都看著我走 可能我的人比較天真或是順良 覺得會有些緊張 今天有沒有拍照 有沒有人找你拍照 你說今晚 之前觀眾看 看的那次沒有 但之前試過萍水看 試過前面的哥哥 我們這樣拍完 應該就有了 我沒有聽過觀眾有什麼深刻的 我就是不想聽這些 所以快點離開 不要太深刻 早點離開 嘉欣試過借票有什麼最瘋狂的 其實我挺喜歡借票的 因為我覺得借票的時候 觀眾是很誠懇的 他很直接給多些feedback 是有些是很surprising 觀眾就很surprise 稱為哥哥和家費 說幕連春的太太的反應是怎樣 我太太的笑 我看的時候是很多人都笑 一見到樣子 二十多歲大家都笑 我不知道為什麼不要笑 其實我都看了 對觀眾來說是挺有趣的事 看這個人 就是21歲的時候 但其實我21歲的時候已經是做這一行 我家費就不是 但網上也有些網民說 佳欣節省千萬四次 因為你天然防腐了 是啊 多謝他 好好好 你幫我多謝他 好啊 我幫你多謝他 哈哈哈哈 你有沒有想像我現實中 剪掉了老婆的那張卡呢? 沒有 沒有沒有 你會嗎? 剪自己那張? 我不是剪自己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不會剪掉卡的 這些這些這些 怎樣剪掉的?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是不是大家還可以再說 好像要講一些密碼 我忘記了 要寄回一些密碼 是 今次票房成績這麼好 是不是原班人馬 打算會開續集 其實我看問導演 他本身開始的時候 已經是有一個計劃 有三集的 那 現在 我很相信他都應該會有第二集 還是第三集 但是 會不會是原班人馬 我就很難看 他說是呀 他說是呀 是啊 哈哈哈哈 好不好啊 行不行啊 哈哈 哈哈哈哈 好 你接下來的生日 怎麼慶祝 今年生日就 因為早幾天都不斷 有跟好朋友吃飯 我想生日正一天都會在家裡